字幕提供 大家好 先问大家这个 圣诞快乐 那么我跟陈小龙先生呢 这个预定的节目呢 继续进行 请我们的导播 先将陈小龙博士 请进来 小龙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这个陈小龙 在过去一年啊 跟我一起参与 这个民进编辑部节目的制作 让它成了我们观众呢 比较喜欢的一个活动 一个节目 那么呢 这个在这个时候呢 也表示特别感谢啊 不用客气 这是要感谢你们提供这个机会 这个身段快乐 谢谢 最主要是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喜欢这个节目 就给了我们鼓励 要感谢我们的导播啊 把我们的节目做完 当然要感谢我们的观众 对啊 小龙说的 感谢我们的观众 跟我们一起 把这个节目做下来 就是我们两个人说了半天 没人看没人听 我们觉得意义也不大 所以说一起感谢 一起快乐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们要请陈小龙博士来谈啊 就是北京啊 在面临美国啊 这样一种啊 外部环境激烈变化的情况之下啊 怎么样想到自己啊 要解决美国啊 摆脱美国制裁 不怕美国卡脖子 然后呢 回到这个啊 计划经济的这个时代啊 来 获得自己的独门绝技啊 一个美国啊 争夺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今天我们替陈小龙先生来开讲 嗯 今天啊 这个小平给我们这个题目 这个 呃 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每年呢 这个中共都要开一个例行的 叫做经济工作会议 一般是年底烧开 然后呢 布置下一年的经济工作 那本来呢 这种例行公事 往往是观样文章 那么就是 一路一路 这个一套一套的套话 没有什么新闻含量 所以我们一般的 好像过去几年很少 把这个经济工作会议 特别当回事来分析 但今年不同了 呃 从官媒的相关报道当中啊 看出了一系列线索 而且呢 这个从中可以发现 中共未来的经济命运啊 会有一些重要的变化 那么更重要的是 中共现在的应对 对它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 相关决策方面 体现出来一种 我把它叫做制度逆行 就是刚才小平提到的 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 来替代 现在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运行 那么这种制度逆行能成功吗 还是因为会因为这个失败的制度 而导致发展的失败 这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问题 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 那么首先 这个小平 这个你看到了这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这个新华社的报道是吧 对我看了这个 我还真的为了做这个节目啊 我认真地学习它的这个 这个东西 咱们都认真学习了 不然咱们就做不了这个节目了 对我认真因为一定的认真学习 对 把它这个 内容上的一些东西 你不管喜不喜欢啊 对 因为要做节目 我们要了解它 是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 这个 今年 这个 提出了一些个很特殊的说法 当然也有一些个 这个 对现状的评估 比方讲北京的一个外宣官媒 12月7号啊 曾经这样说 就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开始之前 他是认为呢 这个疫情抑制了中国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预期 消费的恢复的明显的滞后 所以呢 这个12月7号时候中共的外宣官媒是预测说 这次会议啊 可能要关注怎么样来促进消费 但是 这个预测好像错了 因为实际上 中南海的目光啊 看起来比这远大的多 不是那个头痛一头 一头脚痛一脚 中南海似乎看得更远 他更关注的是科技攻坚和产业升级 那么往年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般都是把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首要内容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这个经济基本上不是政府完全操纵的话 那么市场需求决定了整个经济的走向 和经济的好坏 那么这种情况下 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政府所能采取措施是有限的 就是说 政府主要是用财政的政策和这个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 这个做法呢 就是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做法 那么今年就不同了 今年啊 二零面向二零二零一年 这个年二零二零年底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呢 把二零二一年的重点任务提出来 说是这个首先强调的是科技和产业自主 所以新华社有这个报道 他说中共领导人在会议上提出 要强化国家的科技战略 战略科技力量 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 盯住战略性需求的方向 战略性需求导向 把高端芯片 高端数控机床 喷气式发动机 关键原材料 新能源等领域 作为重点创新方向 那么我要作为做点说明 刚才他列的这个方向 高端芯片 高端数控机床 喷气式发动机 关键原材料 新能源 这是他列的重点创新方向 大概是五个吧 当然可能还得多一点的 我想说明的是 这五个大家听着一般好像觉得 没什么感觉 觉得就是高达上的一些科技方向 其实高端芯片 高端数控机床 喷气式发动机 关键原材料都是军用的 只有新能源算是民用的 也就是说 它的重点的科技攻关 这所谓的产业创新 是面向扩军备战的 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真的到了这种高枕无忧 一门心思就追求高达上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目标的时刻吗 现在是这个时刻吗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中共之所以把这个面向军工的高科技的研发 当作今后的经济发展方向 他之所以这么考虑啊 是和中美关系的未来格局有关的 我在这个最近啊看到外宣官媒12月19号有一篇文章 他是这么介绍的 他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啊 把重点放到战略产业的突破上 其实是为了解决中国在发展和安全上的重大难题 而这个难题的根源在于美国遏制 这篇文章提到啊 尽管中共内部有观点认为 如果拜登就任总统 美国的对华遏制和科技封锁将有所缓和 但是中南海的战略研判没那么乐观 他是这么考虑 中南海是这么考虑的 就是美国的对华遏制具备战略性整体性 不会随美国总统的更替而变化 所以呢中共为了避免被动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 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要利用重要的科研院所 还有高等院校作为国家队的角色 实行科研力量 配置和资源共享 中共的这些套话 这个听起来 你要是不仔细琢磨呢 听着就和废话一样 听着就过去了 不会太把他当回事 我和小平要做节目呢 我们就得把这些字掰碎了 揉了揉开了以后 一个字一个字琢磨 这一琢磨就发现说 这个思路就中共说的 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还有利用重要科研院校 院所还有高校作为国家队的角色 实行科研力量配置和资源共享 这个什么模式 这个思路就是上个世界老毛时代 军工科研或军工产业攻关的模式 基本上相同的 当然了 今天中共面临的这个军工科研 军工产业的基础 和老毛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 老毛时代靠的就是苏联 留给他的那些 这个苏联援助中国的军工技术 和军工设备 在那个基础上搞一点研发 那么今天呢就不一样了 中共经过几十年啊 处境极力的从美国盗取科技知识 和军工机密 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科研基础 我这里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以前在这个两个星期前吧 在这个经验很正经 星期一晚上我的节目里谈到过 那就是本来中国的核潜艇 有一个绰号叫水下拖拉机 就是它的这个潜艇的噪音非常大 就发动机的减证效果很差 然后螺旋桨的噪音 只要螺旋桨一转那个噪音 就大得不得了 所以在这个水面上 或者水下去侦查 它的这个战略核潜艇 其实很容易 它自个就跟拖拉机在那开一样 轰隆轰隆轰隆的 但是这个问题被中国通过 盗窃美国的这个军事机密解决了 那么这个案子呢 是2008年判的 就是有一个中共的间谍叫麦大志 从香港去的到美国来的 然后他在美国海军的相关的 这个公司工作 正好他负责的是三个方面的东西 是中国的核潜艇最需要的 一个就是核潜艇的静音技术 就是这个核潜艇本身 要怎么样降低噪音 第二个是核潜艇的 上面用的这个小型核潜艇堆的 这个操作技术 再一个就是核潜艇 怎么发射洲际导弹 这三个问题 中共当时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 就靠偷 那么这个姓麦的呢 还真偷了 但是被联邦调查局发现以后 被他抓了 也查到了证据 那么最后呢 这个判了他 在他66岁的时候 关到牢里去 然后判他24年 所以他得待到92岁 基本上就 这个叫做 这个要在牢中 度完余生了 正因为这有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我们不可能今天都来举了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通过几十年来 中共从美国盗取的这些军用 机密和科技知识 中共现在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科研基础 当然他现在这个军工科技方面的实力 和老毛时代是完全不能同 不可同仁而语 但是啊 并不等于说 偷来的东西 再配上自己的所谓自主研发 这个举国体制啊 就是一定会成功 相反举国体制可能完全不成功 所以我今天重点是想来这个 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中国走举国体制这个道路 所谓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这条路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首先呢 就是这套举国体制啊 不是中共今年才想出来的 那是苏联几十 就苏联存在的那几十年里头 七十年里头 再加上中共从老毛五十年代 到这个中美建交 中间的几十年 中国也都是举国体制 那么举国体制是个什么状况呢 就举国体制本身是没有效率的 是非常高的浪费 那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了 因为已经反复的被前苏联 还有中共建政以后的这个现实所证明 因为假如举国体制 真的能够带来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 中共也就不用担心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 会对中国产生影响 就什么重大的国际环境变化 就是美国不让中国偷技术 那如果他自己能解决这些技术问题 举国体制那么零 用了几十年到现在了 那他怕什么呀 那很显然就说中共过去这一二十年 整个的科研体制变成以偷为主 消化偷来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所谓的走捷径 而这个走捷径同时就让中国的企业 越来越依赖于盗窃 现在美国把这个中共盗窃科区 盗窃这个科技知识 还有军工机密这个门窗啊 只稍微关小了一点 比方说不让这个中国与军工院校有关那些留学生 在美国的研究室里面继续研究 那么研究的时间同时就是他们偷的时间 机会 那么同时也不让中国军工院校毕业的学生 到美国再来留学了 这就是门窗关小一点 然后抓了一点间谍 我没有说门窗关延嘛 因为这门窗没延 没关延 现在仍然有大批的技术间谍在美国活动 但是即便是把门窗关小一点 中共立刻就面临了所谓 它自己叫做发展和安全上的重大难题 就说明举国体制本身解决不了 这些发展安全和重大难题 那么我下面想从这个道理上 从这个举国体制的剖析 来看这个举国体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分析了以后 你会发现说中国现在 这个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中央政治局相开会讨论的 这个未来的经济发展方针 它建立的这个 想要依靠的这个制度 是一种制度逆行 就制度倒着走 回到改革前 老祖宗的传家宝拿出来了 对问题是老祖宗如果的传家宝管用 它改革干什么 你就不用改革了 不用改革开放 你就沿着毛泽东的路线 一路走下去就完了 那苏联也不会解体了 也不会完蛋了 所以那是一条死路 但是现在中共非选死路不可 那么为什么是死路 下面我来分析一下 那么什么叫举国体制 这个听起来是 又是高大上的口话 其实它还有一个词 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 那么这也都是你听着 好像很冠冕堂皇 也很强有力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所对应的经济体制 是个什么样 那就是计划经济 那么什么是相应的计划经济呢 就是大国范 公有制 国家主导 企业不用独立核算 那么下面我来解释一下 因为一般的人 包括现在的中央政治局的这些人 其实他们都不懂 中国为什么经济改革 所以呢 这个他们看不到退回 所谓的制度逆行 倒着往回退 不是出路是死路 中国在毛时代 一直仿照苏联实行计划经济 这个我在我们这个明镜的那个 中国的陷阱 困境的系列 也强细的做了分析 当然不能重复那个内容 反正是几十集呢 那么我只简单的概括一下 就是说 中共最后是在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的时候 前半期 宣布取消计划经济 彻底放弃计划经济体制 然后呢 把负责主管计划经济体制的 国家计划委员会给撤销了 从那个时候 撤销国家计划委员会 和放弃计划经济体制 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 那么三十年过去了 现在一些年轻的人啊 已经不懂得什么是计划经济了 但是 我们现在得重新的复习 温习计划经济 为什么呢 中共现在准备用计划经济 这个旧体制 来应对新挑战 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旧体制 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启发 让我们明白说 这种经济发展的路径 就用旧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 来实现所谓的 这个科研发展 要选择这样一条路径 它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地雷 所以我说可中共今后将会因为失败的制度 而导致发展的失败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把这个刚才念的一段话 我再重复说明用一下啊 叫做这个 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 这个要 还有就是 利用重要科研院所和高校作为国家队的角色 实现科研力量配置和资源共享 这话里面的 这个里面暗含的什么意思 我现在先来剖析一下 那个利用重要科研院所和高校作为国家队的角色 实现科研力量配置和资源共享 这个口号 看看它在经济运行上代表的什么样的经济模式 那么所谓的国家队 指的就是军方还有地方的一些重要科研院所 还有高校 那么他们要在政府的组织下 集中科研力量和资金 跨学单位的组织专门项目的重点公关 这听起来好像挺有利的 但是啊 你到经济学家的眼里看就不那么回事 那么首先 这些公关单位都是政府选定的 科研任务也是政府给定的 自然了 这个你是政府下达任务 所以所需要的设备和资金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那么这样的话 国家队的参与单位就都变成了张着双手 向国家无止境的索要资金和外汇的单位了 那么只要给他们下达国家任务 他们那个伸手派张嘴派的嘴脸就暴露无意义 那么国家真的是不是就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金山迎山供他们挥霍呢 当然不是啊 那么为了争夺有限的国家资金 国家队成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是夸大自己的研究能力 强调自己的研究方向 还有知识结构是独一无二的 研究团队是全国最好的 然后呢完成研究成果的时间会是最短的 所有这些自我吹嘘都是为了一件事要钱 所以每个这样的国家队的单位都会成为大卫王 他提出来的预算拨款数字都是巨大无比 那么基本上是不会有哪一个人单位啊 替国家打算的 说是我要的经费人员是越少越好 因为那就等于这单位的自杀 所以呢从国家队组建开始 这些单位就很自然而然的进入了吃国家大锅饭的状态 那就是什么叫吃国家大锅饭 就是谁你要不从大锅里使劲咬 谁就傻瓜 所以当时在老毛时代啊 经常有一句管理部门常常讲的话叫钓鱼项目 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下在国家大锅饭的情况下 申请项目的做法通常就是钓鱼 所谓钓鱼项目就或者说项目钓鱼 就是你先申请一笔启动资金 等到项目开始以后再不断要求追加资金 就是说这鱼已经好像咬钩了 那就跟上面说我们还得需要钱 不然的话我们前面的启动资金就浪费了 那么国家呢当然舍不得把前面的启动资金浪费了 所以就是当时在国家纪委有一句话 有两个话两句话 一个叫做跑步前进 这个跑步的步不是步子步伐的步 是政府部委的步 部门政府部门的步中央各部 前进这个钱不是指向前走的钱 而是钞票 你只有跑到北京去不断的跑 不断的求 然后你才能把钱拿到 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奔北京去 到北京要钱去 然后拿出一套一套的五花八门的项目去说服他们 当然了以前是刚动嘴皮 后来就变成要请吃饭 北京在三里河财政部和发改委那条街上 原来有一家湖北味的这个高档餐馆 都是包间 基本上不卖这个糖吃的 然后他里面有一道这个菜叫做这个鲍鱼饭 就是这个当时发改委好像有一个官 一个处长 官不大 人家已经习惯于午餐就吃那鲍鱼饭 所以你要找他办事 求他一个求一个项目要点钱来 前提就是你能不能请动他来吃一顿鲍鱼饭 今天中午你轮到你请还是别人请 谁请谁就可能有机会 所以找人说动人来跑到部里去想办法把那官请出来 当然吃完鲍鱼饭后面当然你得给好处 现在可能习近平高压下这个很多官不敢再吃了 这个饭馆也关门了 但不等于说跑步前进这个模式就没了 照样跑 然后对政府来讲呢 这个主管部门眼里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国家队成员呢 玩的都是叫做水垛加面面垛加水 就预算数字像滚雪球一样的不断越滚越大 举一个真实例子就是三峡工程 他完工的时候三峡工程的实际开支 是他列支项目 一开始申请立项的时候好多倍 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就水多加面面多少加水 我都工程都开动了 我说钱不够了 你可不就得加吗 那要加钱的理由可以有千千万 那么这是一方面 再一个就是国家队的成员在吃大锅饭的情况下 你要是要到了钱 不等于说你必然能完成科研任务 因为科研失败也是很常见的事 当然了国家不能说 因为你们这国家队成员 接受了一个国家科研项目 然后失败了 把你们这个科研人员全杀了 相比 那当然不可能这么做 因为科研上 他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来解释说 我们这个失败是一个客观原因 那么其中最容易找的理由就是所谓条件不具备 什么叫条件不具备呢 归根结底就一个字 缺钱 钱能搞定一切 那么你没给我足够的钱 你上面怪你们上面吝啬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进展缓慢 所以责任有这个批球就踢回去了 那么如果一个单位依靠国家公关项目不断的扩充 那么它开支必然是越来越大 那么大国贩体制还有一个特点叫做大而不能打 就是开支大人员多 就是这个国家队单位向上面要钱要新项目的理由 就是我们的团队都建立起来了 上一个项目失败了 下一个项目还得干呢 他得找一个新项目 不然的话我们的团队就散伙了 那是国家的损失而得 国家就得拿新项目来喂 那么所以这个对国家来讲 这个团队一旦建起来就成了那个啃老的儿子 这政府就成了罢 你就得想办法不断的喂他 那么对政府来讲呢 其实他经常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就是为了一个公共的这个重要项目 公关的项目 科技公关的项目 政府是花多少钱都得干的 因为那是一个像中央领导表忠心的问题 就是说你政府中央政府的各部门 从副总理副总理开始 你都得表忠心 就中央领导说了这个芯片 这个还有这个航空发动机这个问题要解决 那么不能靠买美国发动机来装备中国的飞机 那怎么办呢 中国研发花多少钱都得值了 这叫做政治上的需要 那么经济上就不算了 所以就不存这样的单位 是不存在经济和算什么成本效益 不考虑这个 那么这种项目是不是说这个举国体制 就完全都不能产生任何效果呢 倒也不是 这种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公关呢 它比较适用于军工项目 也就是说 这个用来做少数的军工项目 是可能取得一些进展的 但是这种模式 所谓的举国体制 也只适用于有限的军工项目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的资金永远是有限的 它没办法全面开花 说把下面提出来所有的科研项目都养起来 所以军工方面 为什么是军工项目可能推进呢 原因是很简单 军工项目的特点是 用户只有一个 谁军方 那么军方作为用户 他花的谁的钱呢 还是政府的钱 所以你科研是军政府的钱 用户是军方 也是军方花政府的钱 所以最后都是政府养政府 政府的钱 这个养科研 然后科研出来的东西交给军方 如果军方接受了 那么军方还是花政府 所以对军方来讲 他根本不考虑成本 他只考虑一件事 你给我弄出一个科研成果来 能转化成军队可以使用的 这个军事装备 这军方就达到目的了 至于开发这些技术装备的成本 军方是在所不惜的 那么在军方面前呢 中央政府他也只能不计成本 只求实项 因为那军队只要拿一一甩一块牌子 那国务院就就只好接受了 那个牌子就是国防需要 你反正国务院总理 你也不懂国防 你不归你管 我说国防需要 需要就需要了 拿钱来 没什么二话说的 所以李克强是不能对军队强调成本核算 最大的问题在哪 这种举国体制 他可以为军方服务 但是他这种国家公关方式 开发的技术 是没办法变向民用的 因为所谓民用就是要在市场上推广 而市场上推广就有客观条件 就是市场价值 你一项科研技术 就算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这技术的市场上 在民间有多少潜在的用户 再一个就是 就算有了潜在的用户 大家可能买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买得起 也就是说 所有国家公关的项目 一旦想要转到民用 就必须进行市场可行性研究 一项技术再先进再科学 你只要超出市场承受能力 你就是失败的 因为你卖不出去 为什么说国家公关项目 不容易拉动经济发展 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这个国防上面用的 军工方面用的这些 国家公关的产品也好 技术也好 如果转化成市场上的民用产品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没办法被市场接受 就价格上 成本上 效率上 市场不接受 所以军工是没有办法 就发展军工产品是没有办法 这个拉动经济发展 因为它跟经济发展 其实没关系 相反的 他对经济发展 就发展大力的国家 集中大量资源去搞军工科研 像老毛时代 特别是备战备换 为人民那个时代 那国家的大部分资源 全部用来搞军工了 所以老百姓就 工资十年不能涨 房企业 结了婚没房子 因为市场上 就没有市场 所以这个 没有公司是负责改房子的 只能是各个单位自己盖 而单位上面不批准这个预算 你就没给这个钱 不许改房子 有钱全部用来搞军工 那么这样的话 所以就出现了什么 三代同堂 一间屋子住三代人 等等等等 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被压到最低限度 也就是说 这种面向军工的 这种国家公关 用的 搞的规模越大 耗费的资源越多 就越占用国家经济发展 所需要的资源 就挤占了民用科技研发 所需要的资金 那么而这些军工的科研 最后没办法真正投入市场 在民间转化为生产力 所以他对这个经济发展 不是正面的 是负面的 他这个 国家公关的这些重点项目 国家队越多 花钱越多 整个经济发展越糟糕 因为经济发展 正常的发展没钱 那么下面要再讲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所谓的高层提出来的这个 要实行科研力量配置和资源共享 科研力量配置的共享 和资源的共享指的是什么 这个也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特别 我们来把它和市场经济对比一下 市场经济条件下呢 企业是必须自负盈亏的 独立核算的 就你赚钱不赚钱不赚钱的企业倒闭 但是你要是纳入了国家公关项目的参与单位 你是不能够倒闭的 所以呢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这些公关单位的科研人员 要资源共享 就是从各个单位抽人出来 这个你们出工资 但是他给那个公关项目干活 还有呢 他们的知识产权 就他们自己研发的专利 或者有些他们自己的技术诀窍 这些东西得共享 就交给别的单位使用 那么就是改成什么呢 把企业独立核算 变成了人员 资金 还有知识产权 都改吃大锅饭 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将导致 哪个机构参与这个国家公关 哪个单位参加国家公关 这个单位就开始进入了 准共产式的管理模式 这在计划经济里是标准状态 但是你要是在已经实行了 市场化管理几十年的 这些企业和科研院所里头 一定会引起内部摩擦 为什么呢 你这个单位里一些 被上面看中的重要的科研人员 被抽走了 但不会把所有人都抽走 比方那食堂的大师傅 你不能也都纳入国家公关的团队吗 但是问题就来了 这些公关人员带走的什么技术诀窍 技术专利等还有人员的工作能力 它本来是他原来单位创造收益的一个基础 把这些人抽走了 他对原单位就不创造效益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那原来那个单位不就收益就不行了吗 那么过去这个改革以前 之所以能够实行所谓国家队 这个什么资源共享 就是这个中国也没有资产权 这一说的 就所有的这个企业和科研单位 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都是国家的 都是工家的 谁用都一样的图纸 谁要就给谁 那么过去这几十年呢 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 这个科研成果必须转化为经济收益 这是经济改革以后 这个各个单位管理的规则和收入的来源 那么一旦变成这些成果 科研成果和外单位免费共享的 那你本单位的创收来源不就没了吗 结果的话就变成说 谁的研发能力强 谁的创收损失就大 那么这样的话 在本单位里头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你那参加公关人是调走了 或者是这个现在关起门来 把那那个几层楼变成了他们的这个公关项目 然后呢这个公关项目的参加者 每个人从公关项目国家拨款里头 拿到一些奖金啊报酬等等 但是原单位那些人呢 因为没参加公关 收入又被吞掉了 那就被等于被损害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些单位其他的人就 饭锅里的饭就少了 那么怎么办呢 他只能一条路 就单位内改吃大锅饭 就是说干好干坏一个样 不然的话这单位就风碰离析了 你把我们最好的人才抽走了 我们剩下人还活不活 那么一个是单位内部他得吃大锅饭 再一个就是单位之间也得吃大锅饭 因为你比方讲你把这个知识产权带到别的单位去继续去运用 那么等于那个单位就平白无故捡了一块财源 所以那个单位也不能用这笔你从别的单位拿来的技术图纸去卖了换钱 所以各个单位之间就得也同样吃大锅饭 就你拿多少钱我也拿多少钱 咱们都国家公关单位待遇要相同 那么最后的自然的结果就要造成讲情发烂 谁出力谁能干谁就吃亏 这个现象就是中共最后不得不经济改革的原因 中共最后到了八十年代终于不得不承认说这种大锅饭体制 国家包下来的体制 企业不独立核算的计划经济模式 公有制模式就是中国经济垮掉的原因 所以当时中共在八十年代以后 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个经济所谓的市场化 然后把国营企业都变成了私有企业了 那么现在中共又想着要把这个已经有一点活力的市场化管理 这个管理体制 因为这个企业也是市场单位 科研院所谓是市场单位 就是也把他们已经有的市场化单位的管理体制 重新恢复成改革前那种死气层层 没有活力的旧体制 恢复旧体制不难的 刚我刚才讲了 只要实行人员还有这个资源的 平项的这个任意调动 任意调拨 那么这个旧体制就自然就恢复 那么为什么中共高层看不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不懂经济制度 政治局成员里头没有一个真懂经济制度的 所以他们头脑里对老毛的旧体制本来就没有清新清晰的认知 也从来没有清洗过老毛那些旧体制的祸害 对那点完全不明白 所以一遇到压力 外部压力就很自然像子文老老五 从搬那个老毛的体制模式 那么他不懂的是 毛时代这一套体制在中国能运行 有一个政治条件的 那就是领袖崇拜和政治高压 在那种政治环境下 领袖崇拜就是说 你现在在喊毛病万岁 不喊就是反对毛主席 那就政治 政治反革命罪那叫枪毙的 政治高压就是你每天能够在政治的高压下 每天要政治学习 喊口号 检讨自己的私心 然后呢 动不动就把你拿去劳改去 所以在那种政治环境下 一个研究人员能够免于迫害 专心做一点研究工作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要求不敢高的 那时候你还不敢计较什么经济收益 整个毛时代没有奖金啊 工资是长期冻结 你还在工资冻结 没有奖金的情况 你还不敢不干活 否则给我动不动 给你扣上一顶反对毛主席的政治帽子 顿时他就怂了 那么现在 这种这种条件还存在吗 根本不存在了 对今天中共 中共治下这些科业人员 你能够再向他们提 老毛时代的这种要求 比方说你们不能计较个人收益 要想着为某某主席献红星 你喊这样的口号行吗 管用吗 其他人买账吗 能把他们基金吊动起来吗 绝没可能 所以说到底 中共现在为了扩军备战 是既穷无策 只能弃凌于老毛的旧套路 但是老毛旧套路管用吗 当年中苏关系有化 北京差一点挨苏联原子弹 如果老毛的套路管用 他何必自己打着自己的脸 把自己喊了多年的 打倒美国帝国主义 这个口号 踩在脚底下 看着全世界笑话他自己 还是把尼克松请到北京来 救自己一命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套路 老毛那套计划经济体制 这套路 是从苏联搬来的 要想在科研上赶超 是绝无可能 所以最后他还得看起 从美国想办法 讨没点东西 所以现在中共实际上 进入了一个两难困境 就他的体制 如果不退回计划经济 他的重点科研公关项目 就难以成功 但是如果真的退回计划经济 他也许会完成几项 科研公关 但是企业和科研单位就垮下来了 因为他们失去了 自己养自己的体制环境 而政府又不可能 永远花巨资供养他们 所以公关走到一半 这些机构就失去灵性了 后续的公关也就指望不上 所以关于这个国家 这个所谓的国家队 还有这个举国体制的毛病 我就谈到这 好一点时间 我们来谈一谈 中共这次谈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世界工厂断链 链就是链条 中共呢 早就很喜欢世界工厂这个桂冠 中共的媒体经常强调说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完整 最系统的产业链 全世界都离不开它 但是 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 真话 一个真实的困境 就是 这个当局认为啊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是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这是从正面去表述啊 然后还有中国必须具有更加坚实 可靠的产业供应能力 和对关键核心产业的掌控 那我想问 那个最完整 最系统 最配套的产业链 这个世界工厂 怎么在一年之间就失去了安全稳定呢 这个原因啊 是中共不愿意承认的 因为过去几年来 中国的出口产业链当中 处于那个中枢地位的那些外企 还有中国的一些关键的企业 为了避免美国提高关税带来压力 纷纷出走 出国了 整个企业不在那干 他们或者是搬到越南 菲律宾 还有呢 有的就撤回本国了 像日本企业很多回了本国 韩国也是 那这样的话呢 不仅仅是说 这些个是在整个产业链下游的组装企业 他们带走了订单 就美国的订单 他们拿走了 改到从越南去制造 或者是菲律宾 或者其他国家 那么他们不但是自个儿走了 他们还带走了一些上游的零部件制造企业 因为上游的零部件企业是指着下游的这个组装企业活着的 下游组装企业一走 你要不跟着走 你就只有倒闭一条路 所以现在越南出现了一个新词 就是越南的外国移民当中突然多了几十万叫做中干 中国的干部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自己饱饭碗跟着东西转移到越南就业的 原来这些在中国的这个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都是中国人 那么意味着什么 这些企业出走就是世界工厂的各种产业链突然失去安全稳定的重要原因 就是说他们一走中国原来所谓配套完整的产业链突然就失去了若干的重要环节了 就变成了没法顺利运转的所谓断链 就跟自行车链条断了一样 那么剩下来不走的上游厂家或者走不了的上游厂家呢 就变成了所谓的无水之鱼 无土之木 他们只能采用官场 所以现在广东很多地方工业园区里是大批的工 大范围的工厂空关 甚至把厂房拆了改住宅 那么这一次中共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 要补齐各种产业链的短板 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为此中共官媒还这样说 说要可能要承受 中国必须承受可能的失败 忍受可能长达几年 十几年的投入产出的倒挂 还要顶住国际产业巨头的产品冲击 和价格打压与诱惑 这话都是中共讲的正面表述的话 像表决心似的 那么到底什么意思 它里面真正暗含的意思是说 中共为了救活产业断链 这个链条中断 产业链中断 中共不惜要不惜成本 投入大量资金去研发技术和设备 对产业链上原来依靠外企采购的一些个 令关键零部件呢 实行所谓经济学上叫进口替代 就是这个原来是靠外企采购的 这个他们从国外买了一些关键零部件 然后呢 国内再配一些其他的零部件 组装一下就行了 现在问题是人家走了 所以你这些关键零部件就没了 怎么办呢 要自己去研发 而且呢 这种研发要挽救世界工厂 这个产业链这个中断 可能需要长达几年十几年的时间 刚才讲的这个要 这个所谓的顶住国际产业巨头的产品冲击 和价格打压与诱惑 这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说在他这个研发产业链中间缺缓的那些 这个关键性零部件的时候 那些出走的厂家 早就把产品送到了美国商品货架上 那么就算中国的产业链修补了以后 能够运转了 你可以出产品了 那你的产品呢 第一是要落后 第二这次加高 第三缺乏竞争力 这个时候这个现象中共已经预测到了 所以他说要顶住 西方的价格压力和这个诱惑 为什么他要顶住呢 就是他决心要沿这个方向走下去 否则的话 这个断了链的世界工厂就没有明天 那么想要修补这个断链的世界工厂这个决策 还是毛时代计划经济模式的思维 我把它做个比喻 它就像是个 这个 他把这个对外开放时代建立的大批出口导向的工厂 看作是个土材住开的作坊 以为说这做坊里头那老师傅走了 做坊里关键的祖传技术失传了 但这做坊的房子还在 他说我只要自己想方设法琢磨让那小徒弟 想想那老师傅当年怎么做的 你就模仿一个成不成怎么再说 把作坊重新开起来 其实呢 这个断了链条的世界工厂 断了产业链的世界工厂 开始进入困境的时候 就是别的国家出现新的世界工厂的时候 没有哪一个美国商 这个大规模超市的客户 会死死在那等几年或者十几年 一直等到中共把产业链修补出来 出了一些产品之后 然后他才进货 因为如果他这么傻等的话 他早倒闭了 所以他们不会等 那么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1.0版 以中国的世界工厂为中心 这个经济全球化1.0版 结束了 那么2.0版呢 马上取而代之 只是他和1.0版最大的不同就是 从此世界工厂不再集中在一个国家了 但是全球贸易不会因为 离开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就中断 西方消费者呢也不会拒绝从新的世界工厂 这个出产那些产品 那么最后就是中共这个高层的判断 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这个目光短浅一错再错 就在全球产业链 就是这个世界工厂的产业链问题上 为什么一错再错呢 就是他先是误判说 全世界离不开中国的世界工厂 抱这种奇货可居的心态 大啦啦等着别人在求他 然后突然发现说 这订单从中国的世界工厂 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然后他又吹嘘 说只有中国的世界工厂 原材料配套齐全 其他国家要造同类产品 你非得买我的原材料不可 然后他等到发现说 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的工厂也撤离了 他这才注意到 那半天最后是自己的世界工厂产业锻炼了 然后呢就开始想象修补锻炼 但是等到弱个年以后 他修补锻炼就算有了进展 就会发现说 世界商场上早就堆满了 其他国家造的同类商品 价格不差 质量是不差的可能更好 价格更便宜 那个时候 就是几年十几年以后 中国制造的东西可能进不去世界商场 这个就是中共高层 因为远光短浅 判断是一错再错 现在他又开始犯了一个判断错误 想要去修补产 这个产业链用的办法是老毛的体制 所以 不懂这个大的经济体制和大格局 那犯错是在所必然 这个小龙先生今天啊 刚才他自己的这个独家演讲呢 这个谈了两块 一个是这个经济工作会议上部署的这个科技创新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是谈的是这个产业链啊 这个甩掉这个西方国家卡脖子的问题啊 独门技术链的就是这块 这两个部分的正好是政治局会议上布置的这个未来经济工作安排的头两件大事 所以说像这种事情 这个在政治局会议中的分量啊 就是我我知道有很多人谈这个政治局会议 但是谈的角度不一样 那么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谈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啊 当然卡脖子我们把前两个问题提出来了 像真正卡脖子的不止两个 还有居然连一个种子 农业的种子的问题 卡脖子他也提出来了 这个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 那么小龙先生呢 我觉得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你把这个问题啊 规矩于就是高层的眼光啊 这个短浅啊 判断错误 这个也许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个原因 那么就是说他本来啊 你可以不用这个搞这个用你的话说 自动逆行的方式来面临这个问题 你可以这个通过内部改革啊 这个真正的去创造一个外部环境 那么如果有这个外部环境存在的话呢 你不需要这样你关起门来练独门技巧 所以说核心问题在于 这个高层呢 他他把外中国的多少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外部环境 全部给毁掉了 这个是一个根本根本性的问题 可不可以这么个认为 或者说他是 我觉得更大的问题啊 在于说他确定了一个 自个儿毁自个儿的战略目标 就是说要以美国为敌 一定要压倒美国 定了这个目标以后 你以美国为敌 还指望说美国继续给他输出技术 开放这个科研的这个研究所 实验室让中国继续偷技术 然后把美国掏空 就是你这个意图那么明显 这个战略目标就是把美国整垮 美国有那么傻吗 就坐那儿让你整 整死了再投降 所以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傻 但是呢 我以前在别的节目里谈到过 共产党政权呢 始终有这个 你可以说是毛病 就这个毛病就是 他非得和美国叫板不可 不叫板他的政权就待不住 这个问题呢 就是咱们今天可能来不及讲 简单说就是 这个政权是靠 要消灭美帝国主义 来在国内凝聚 这个所谓的明星 然后在国际社会呢 这个产生 这个所谓的这个 国际影响 那么意识形态上 他也必须要达到美帝 因为不然的话 就不能证明他那社会主义正确的 否则的话 你所有从经济制度到什么都 都改革改成美国的制度了 你共产党为什么待在那 为什么你得永远执政啊 不证明你的所有制度政策全是错的吗 意识形态也是错的 就该滚蛋了 所以对他来讲 美国制度必须是错的 因为我必须是对的 那为了证明他必须是对的 他就必须把美国打倒 所以这个 这里面有些东西啊 不是说 他充不聪明的问题 而是这个制度 这种政权 本身的特色 就他非这么走不可 往死了走 他也得走 苏联就是这么走的 走到死的 中共 他有一个尽头 他有一个找到了一个尽头 这是一个啊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 你前面谈到就是说 第一次就是搞这个举国体制公关啊 用军官科研技术去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呢 依靠的是苏联的那个技术啊 这个北京去搞原子弹了 而且他觉得他原子弹搞成了啊 这是他举国体制成功的一个例子啊 那么常常以这个例子为由啊 来支持今天他们 继续找这种举国体制啊 搞制度例行的一个依据 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 北京会认为我们今天的底子 跟当年苏联跟我们的底子 完全不一样 因此呢 我们有 我们现在 叫新的举国体制啊 那么这个方面 可不可以北京增加点自信呢 他现在已经增加了 就是他现在的自信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说我已经偷了美国几十年了 好歹我手里有点祸 所以我们只要再往前拱一把 就一定能超越美国 他打的是这个就算了 不过我想 只要一个很简单问题 反问回去 他就杀呀呀 如果说 这套路子能管用的话 中国改革干什么呀 你费那么大劲改革开放 几十年 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什么成就啊 就把老毛的制度给毁了吗 那是他最大的改革开放的成就 你毁老毛制度干什么呀 是因为那制度不灵才要毁他吗 不毁他 共产党就生存不了 会被拖垮 被这个老毛的制度 这一点在八十年代 反复的讨论的就这个问题 陈云当时就死不肯认这个账 人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 就是天生优越 永远优越 绝对不承认 社会主义制度换不下去 如果说这条路管用 他说 他能回去说明 他对这个制度一种留恋 一种依恋 对他依不依恋 咱们看得很清楚 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说这套制度是管用的 能够真的超越美国 超越西方国家 不靠偷 就靠老毛的体制 中国就不用改革了 应该取消改革 否定改革 打倒改革 那也就习近平也该打倒 因为他也是支持改革的 你只要改革 正确 那老毛的体制就是错了 这两者之间 没有回宣余地 不能说是老毛也对 改革也对 这两者没有办法融合的 对他习近平上上正是觉得 两个都不能否定的 那是因为糊涂 他说的都对 都对 那混动谁呢 他现在要不然把那个什么 把企业都改成国营的 重新国有化 他把那个作为一个艰难的和有益的探索 为后来的这个成功做了铺链 我觉得其实是中共现在政治局这些人 没有一个真懂中国 从老毛到改革这几十年 他们动不动谈要谈百年 其实他过去那几十年 从来就没有明白过 那几十年之所以失败 失败就失败在老毛的制度上 所以现在我说是用失败的 他们的想法是用失败的体制 这个去追求成功 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发展的失败 只有那个结果 不会有别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现在北京转向这种 甩掉美国这个甩脖子的 卡脖子的战略 在某个意义上 你前面一开展就讲 就是对拜登也有一个预判 就是说你也靠不住 你也靠不住 你川普整我们整得很厉害 那么你拜登上台 有些人觉得拜登能够对中国有多好 那么北京现在愿判 我们要自己干 所以你也靠不住 等于这是不是对拜登政府 要发出了一个信号 以后啊 拜登跟中国政府打交道 北京继续会议强硬的方式来对待 你甭 这点还真的是非常明显 就是中共其实不光是现在 就在这个刚才讲的经济工作会议上 在这么做 我一再在讲这个中美冷战 其实在这个 这个今年中共之所以发动中美冷战 其实就是对美国施压 向美国再三的表明说 我的军工实力已经起来了 以后你得看我的眼色 不是我看你们的眼色 所以呢 他坚持不懈的不断的在军事发展上面去展示军事实力 挑衅美国方面不断的努力 就是强调一点 今后中美关系得我说了算 我让往东你不许往西 别看你是姓拜登还是姓什么 都得算盘珠子得让他来拨 这是他的真实的算盘和想法 所以拜登日子其实很 就假如他能够冒出头来 他日子很难过的 他要不当孙子 要不然就由中共对着干 那么中共研判说 这个 美国对中共的制裁是长期的 其实这个研判也不能讲不对 因为他心里想的是 我就是要不停的挑衅压制你 我这个绝不放手 你不停挑衅压制 那美国最后被逼的只有一条路 继续对抗 所以中共现在选择的就是 战略对抗 战略压制 战略打击 像最近对澳大利亚那种姿态 就是他今后想做的 说白了 实行红色霸权 就是中共今后的战略目标走了这条路 中共的对外关系能好吗好不了了 这是我这里的有网友啊 观众提的几个问题 我给你提出来啊 你为这个Scott Wang他想问一个问题 中国的这个市场换技术政策执行了20年 究竟对中国的科技实力的提高有多大 如果西方开始警惕 对今后的技术发展有何影响 市场换技术呢是帮助中国模仿了美国的一些个产业的技术 然后建立了一批貌似产业链很完整的工厂 这些工厂呢也是在美国的企业 还有其他国家企业的这个手把手的交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中国的财富 我刚才在那个世界工厂的产业链锻炼 这事上已经解释过了 那么实际上这种市场换技术 它是换不来最新的技术 你没有企业傻到说我把刚研发成功的最新技术全部送到中国去 然后让你一把到过头来 你生产廉价的产品把我击垮我公司死掉 没有那么笨的经营者 那中国怎么办呢 他不满足于这个市场换技术换那个这个比较旧的技术 所以他老想说我得抄钱 怎么抄偷 所以市场换技术就偷的结果是美国发现说市场换技术吃亏的是美国 所以最后呢干脆不让偷了 这个不让偷现在美国只是严格意义上讲只是象征性的采取一些措施 比方讲这个限制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等等等等 那个间谍的门并没关上 美国办的这些间谍案子呢 数量和这个真实存在的间谍的规模是不可同时而已的 就是实际上还有大批间谍还在美国活跃的 只是现在潜水了 没有人现在整天大张旗鼓说我就是那个千人计划里头的 然后我中国拿的钱美国拿的钱 然后我就把美国技术天天往中国办 现在在大学里的这些教授们 现在都知道千人计划不是什么好词呢 但不等于说这个没有这个名义了 中国就不偷了 所以中国还在偷 只是现在低调偷 这是为什么中国拒绝在经贸谈判中讨论盗窃资产权的问题 都不能讨论 但正偷着呢 怎么讨论 那么因此中国现在实际上这个做的是两手准备 一方面就是说能偷就偷 这现在是偷来的锣鼓打不得 所以是不敢讲的 悄悄的偷 再一层就是所谓的自主研发 就是万一偷不成了 我们不能这产业就半途的料呢 我们还得搞下去 实际上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就是说他不这么干 世界工厂就关门了 那中国经济也差不多就垮下来了 所以对他来讲 他也想让经济能活下去 他就得继续的两条腿走路 一边偷一边搞自主研发 偷这个偷来的东西也是他自主研发的这个技术来源 或者是研发的当中 这个发现什么地方不能突破了 马上再找技术间谍 你们再给我偷一点 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中美继续校正的过程 但是总体上来讲 我今天之所以从制度层面去分析 就是从制度层面可以有历史教训 这是不可否定的 就是前苏联走的就是自主研发和盗窃 美国既是军事机密相结合的两台队走路 走着走着苏联没了 中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结果和苏联不会两样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一会儿看看有谁举手 我把这个在聊天室提的问题先给大家提出来 如何评价大陆修建很多无效益的高铁 这些高铁能否在江南形成优质资产 什么叫优质 关键在于你怎么理解它 就是说你要认为说一个就跟世界工厂产业链一样 产业链关门工厂关门了 设备还在哪 那是优质资产吗 不是 现代企业面向世界市场销售 第一件事不是你有没有厂房 第一件事你有没有订单 你要没有订单 你有什么厂房都没用 美国也有很多工厂 很多现在中国的工厂不都从美国搬去了吗 为什么能搬 当然是当年全球化过程中 很多美国企业这个图便宜 就把工厂搬中国去制造去了 但它同时说明个问题 就是造东西并不是那么难的 中国的农民工一辈子没玩过机器 人家到工厂训练三个月不也把工厂玩起来了吗 没那么神秘 难的是市场开发 市场服务 市场营销 产品设计 还有是一些重要设备 重要零部件的研发 中国在引进外资 还有这个市场换技术过程中 唯独这些个最重要的部分 它是没有办法引进的 比方讲 你是面向美国市场卖东西 美国市场是谁在找过的 是美国的公司啊 比方讲Walmart 除非你在美国开一个和Walmart一样的公司 否则的话 这个 你就没有办法代替Walmart 把你的产品 在美国市场卖出去 你得去找Walmart 说你看我有一个产品 我卖的便宜点 你帮我卖行不行 就是你是求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共现在还是处在一种 这个比较僵化的思维当中 他以为说我把工厂链修不起来了 工厂能出产品了 我就拿到沃玛去卖去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 在研制期间 研发期间 我们要顶住 顶住什么呢 就是别的国家已经把产品研发出来了 美国商场的可能早就把那些产品买去了 所以以后我们想办法还得去 打进去打回去 要把外国产品挤走 问题是人家的产品可能比你便宜 质量跟你一样好 你能挤走吗 挤不走的 所以他很多事情是一厢情愿的算法 听起来又很可笑 我们今天就讲这些可笑 但是呢 他一本正经的把可笑的事做了 就跟中共一定要世界称霸 听起来很可笑 但是他做得很认真 正好有个网友 他提出这么问题 当年这个苏联第一个进入太空 后来比美国还超前 让美国有了一个危机感 那么北京现在这个做法呢 会不会加深中国跟美国之间这样一种竞争和对峙 这个对北京防得更厉害 这种竞争关系早就已经现实存在了 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剩下的问题就是美国怎么应对 这一点我们现在无从判断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姓拜的 万一他是要 万一他要混出头来 甭管他用什么外七八 这个违法的手段 万一他混出头来 他会干什么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人家拿着北京钱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短处 你也在北京手里头 要不然北京那么牛呢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干什么不知道 因为他这他可能做的事 从下跪到什么都会有的 就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所以我不能假定说 这个在任何情况下 两个总统候选人当中 这个谁上任都会对中共强硬 不能做的结论 川普会继续 但是拜登可 姓拜的可不一定那么干 他下跪是 也不什么奇怪的事 因为美国的拥抱熊猫派 早就这样下跪了 而且早就跪着 好我们接接这个 注目聊天室 举手观众的提问 两位老师好 介绍好 我有四个问题想问一下 好感谢 刚才陈老师说 第一个问题是刚才陈老师说 就是念了一串 中共想发展的新兴的产业 什么喷嚏式发动机 还有什么树供机床 我感觉的话好像这些都是跟这个热战的这种军事 或者跟核战是有关联的吧 然后我想问的是 通过这次的这种 这个冠状病毒来看的话 好像这个冠状病毒作为生物战的这种 能够产生的效益的话 好像比这个核比这个用这种核武器能产生的效益可能还大一些 为什么中共没有用这种从病毒的方式去考虑呢 您这问题可将军了 我回答不了 为什么呢 就是首先 北京当局从来没承认他在玩生物战 人家现在根本说这病毒跟中国没关系 所以我们先得证明那生物战是北京完的 第一病毒是北京的 尽管我们都知道它是 但北京不承认的 你得让中南海承认 这第一 第二我们得琢磨 它究竟是不是生物战 还是偶然的泄露 这一点呢 我知道这其实这两个问题 是取决于北京的态度 所以实际上 假如它真完生物战 它也不会永远不会承认 它肯定想赖在别人头上 所以 你就甭指望中共会把生物战 当作国家政策列在 这个新华社的报道里头 我们从此对美国实行生物战 它就哪怕用了很多次 它都不会承认 所以从这意义上讲 它公开写在官媒上 官方网站上的词 而不会包含生物战 但它暗中干什么 它暗中什么都干 这我们都知道 今年的这个疫情 不就从中国来 那么你讲的不错 就是 它其实现在所在研究的 就是所谓重点攻关这些东西 都是和军工有关 而军工实际上都是热战 中共没有打算 完全抛弃热战 就是我在这个 中美苏三国演义的系列里头 我讲过这个问题 就苏联是比较认真的对待 这个不能打核大战 这个原则或者说一个底线 它是遵守的 中共是不遵守的 中共是愿意打核大战 它最大的本钱就是 中国人死不光 我在那个节目里谈过这个问题 而且谈过几次 就是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中国人命贱 被中共牺牲了 他们还喊爱国呢 我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你刚才谈到了 就是说这个科研成果的这个共享 然后您谈到了这个 就是中科院还有高校 作为这个 中共说的 就是作为国家队的这个 然后好像说是 就是把之前的这种市场化的话 又重新转回到这个计划体制 那我的问题是 好像所谓的这些什么科研院所 比方说中科院的话 哪个所哪个所 还有像这种高校 它好像一直以来 它都是这个计划体制了 它好像跟这个市场化 本身的关系就不是太大 它是这样的 严格意义上讲 当然不是企业 就它不是靠科研这个来提供产品 因为那个科研 有很多是基础科研 基础科研是没办法形成产品的 所以呢 它必须有一部分财政经费 但是今天 中国的任何科研院所 包括军方的 基本上没有哪一个 是完全的百分之百 只靠财政经费的 就跟中国的大学 没有哪一所大学不收学费一样 都得创收 否则那个锅里就只剩洗 那个稀饭就吸着 能召见人的 所以对科研院所来讲 养一个院所 不能完全是靠这个基础科研 它必须要有创收的手段 所以很多科研院所 从出租房子 把这个什么招待所改成宾馆 什么等等等等的 经商什么把戏 他们都玩 但不管他玩什么把戏 其实关键在于说 这些公司 他们有一个独立核算 就是说 他们知道 我这现在有200个人 每个人每个月开8000 这8000当中 财政拨款可能只有3000 还有5000是靠我们创收的 所以 这意识非常清楚 他们知道找中央政府要 钱顶多是 给每个人每个月要3000块 剩下的5000我们还得想办法 他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 独立核算 就是说你 中央政府要的永远喂不饱 饿不死 但是你喂不饱 所以 这个独立核算和自负盈亏的意识非常强 他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锁如果中央政府只管每个人发3000块 我们要一分钱不创收 没有收益 早就垮台了 早人都跑光了 所以 一旦开始国家队公关 第一件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争钱 我前面刚才的节目都讲过 想办法多一样 如果你能国家队把钱从 补充3000一个养一个人变成 给你一个人3万 那这个锁 倒是很玩命的 他不用创收 从此赖在国家队身上 赖在政府身上 政府也不傻 政府不知道 如果都那么 他大撒币 那么大规模的 花钱养这些个国家队 会引起其他同行的妒忌 那么也会引起新的各种矛盾 就这些矛盾呢 我们现在讲 都是改革时期出现过的老矛盾 老式的矛盾 以前都有 我今天讲的没有一样是新现象 全都是老新现象 就是中国 所谓改革开放很艰难 指的就是80年代 所谓新旧良宗体制转换的过程中 这些我今天归纳的很多现象 都是那时候就已经发生过的事 那么习近平其实不懂这些 因为他在当县委书 你县里都没这把县 所以他没这概念 不知道说你要是把 大锅饭松心恢复起来 那中国各个单位的负责人 爱大锅饭呢 爱到什么程度 他能爱到说 讹着你这个那个 独生子女呢 这个 肯爹的那号 肯老族一样 他能有办法让你老人 这个 自己玩你省着 也得给这个 肯老的家伙 多吃两口 而且他能哄得老人开心 继续养他 继续肯 让他肯 所以将来变成了 都成独生子女 都成这个肯老族 这个政府 其实不但没有办法 科研公关 相反会把政府坑坑 也给坑老了 坑没了 好 那个 我第三个问题想问的是 您刚才谈到了说 这个 因为中共政权 它本身的毛病 它不是说它不聪明 而是说 它非得要靠崛起 要去跟别人 这个争斗不可 但是我想问一下的话 你看世界上很多这种 极权的国家的话 你看非洲国家 它就很聪明 它不一定是说 我非要跟谁围武 它只要把那些 有钱的国家哄得开心了 然后这个口号说得很漂亮 它一样可以 那中共不行 非洲没有那个 某某党万岁这口号 也没有什么 这个挑战世界 要什么 崛起于世界之灵 这个目标 没哪一个非洲国家 这么想的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种国家 可以这么想 或者说一种国家 两个特色 第一是红色政权 第二是大国 红色政权像北朝鲜 人家也不敢说崛起 因为他知道的 绝不起 起不来的 太小了 太穷了 当年阿尔巴尼亚也没敢喊这口号 只有大国 而且是红色的 它的意识形态里 就有一个社会主义 终于最终要战胜资本主义 这是证明共产党掌权的理由 你要最后社会主义 终于败于资本主义了 完全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了 那个时候 共产党就觉得自个儿待不住 面临危险 因为老百姓会说 那我们干脆 您就玩去吧 一边待着去 您的制度 您的意识形态 整个被你自个儿 扔得干干净净了 所以共产党很清楚地知道 它必须要证明 它是优越于资本主义 怎么证明优越 就是要战胜 要压倒 要崛起 那么中国人 这个粉红 小粉红们精神上的支柱 也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在国内的民众当中 和高层中间 是有种一拍即合的 但是这种现象 不会发生在非洲 或者拉丁美洲 因为人家不是共产党政权 人家用不着喊 那个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所以说从个人角度 我就是不太明白 就是他如果 比方说像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中共的权力高层 如果能看一下拉丁美洲 或者像非洲那样的国家的话 他反而会活的时间更长 那他就得改名了 不叫共产党了 叫社会民主党 或者社会党 或者什么别的党 共党 他也不能叫共党 因为他都是资本家 共产党现在都是资本家 在中国 所以实际上准确地讲 中共是把自己的制度基础给基本上给摧毁了以后活下来了 就他把传统的老马留下来的一套这个制度框架全部给推翻消灭了 然后他因此活下来 所以我有 我在那个 那个 宁静那个 中国的限定系列里头 我用过一个词叫做 Criminalist Capitalism 共产党资本 就共产党是把自己变成了资本家 然后用资本主义救下了共产党成权 但是你讲的说你让他把这个政权放弃了 然后做一个普通商人在中国活 人家可不敢了 因为他和普通的商人不一样 其他国家发展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商人不一样 发达国家商人不靠抢劫的 不靠贪污的 主要不是靠这个起家的 中国的商人 你比方我在那个 中国的陷阱困境的系列里讲过 中国的国企私有化到谁斗了 到厂长经理斗了 到厂长书记斗了去了 一夜之间 那党委书记就变成资本家了 拥有一个资产几百万 几千万的工厂 那就他们家的了 他这么成为资本家的 那是抢来的偷来的 你如果说 这个让他放弃政权 他最害怕的事就是 放弃政权第二天 他可能呆在树上 被吊了 那老百姓恨透了 凭什么你把我们抢穷了 你自个儿抢富了 没有道理可讲 为什么在中国今天 私有化是个不需讨论的话题 禁止讨论 甚至中国政府宣布 他没私有化过 从头到尾他就抵赖的 因为那事谈不得 就跟那个打家劫舍的强盗 建了个山寨 那大王绝对不会天天在那一苦思甜 说我们当年抢人 抢得多辛苦 杀了多少人 害了多少人 我们才攒这点家产 这山寨不容易 他肯定不讲这个 张口就是我们这山寨 光荣历史如何如何 这丑恶历史 他肯定不讲 所以共产党经不得民主化 因为民主化就意味着 对他们来讲是生命危险 好 那个我最后一个问题是 就是这两天吧 好像说到这个中共抵制 这个澳大利亚的煤 然后导致了这个限电 然后我想问的是 好像前两年的话 就听说了说中国的产能过剩 说好像说有些这个煤厂的话 好像就关掉了 所以我就不太清楚的话 如果前两年这个煤炭过剩的话 为什么现在 现在的话又是缺煤 它是这样 就是中国的煤炭开采呢 就有几种 一种是这个大型煤矿 就是国企为主的 这些煤矿的技术设备先进一点 然后呢这个环保条件好一点 价格也贵 没的价格贵一点 那么还有大批的这个小煤窑 以前上山西陕西都是最典型的 那都是用这个血汗人工 就是雇那个工资最便宜的 然后劳保条件也很差 就是随时呢 手工挖的矿井可能倒塌 把人压死埋在里头的 这个山西煤窑的故事 我想你们可能多少知道一些 一直有这两种煤 那么山西煤窑最大特点 也就是严重破坏环境 那么中共前些年呢 为了制雾霾 确实开始针对小煤窑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所以小煤窑的煤产量是下来了 大煤矿的产量并没下来 现在产生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就属于这个用计划经济手段 来管现在这种市场经济的这个经济运行 包括这个火力发电行业造成的后果 就是说他只知道说 我不许澳大利亚的这个煤卸港 不许卸到码头上 所以澳大利亚的八十几艘船 一百八百多万吨煤就在中国港口海上飘着 你最长的飘六个月 就是不让他泄 那么怎么办呢 你不让人泄 那电厂并不知道说你什么时候会准许泄 那是国家的所谓外交政策 想的就是不许让澳大利亚跟我们说不 你得顺着 叫做中国官媒的说法叫做靠边站 就是说我在你们家门口修军事基地 你甭给我这个使眼色 不许对我这个这个涂抹心子 你给我乖乖的低着头趴着不许动 跪着 这叫强权 这叫霸权 那么之所以要进澳大利亚美 就是一条 这就是手段 我要让你疼怎么疼呢 让你的煤亏本让你卖不掉 让你在中国港口里泄不下来 这叫我给你使狠劲 但他使狠劲的时候他忘了 他的煤厂不知道他在使狠劲 事先没有做预备 就煤厂的库存 是按正常的市场经济运作 只要有合同那煤就源源不断 现在中共把合同撕毁了 澳大利亚船煤合同不会开到中国去的 那中共撕毁合同 但他没有通知这些公司 这个发电厂说是我们撕毁和澳大利亚美 他也不认这个账 他觉得我就是行政民主 我说不许谢就不许谢 谁也不许说话 这是计划经济色彩 但是煤矿事先不得到这些消息 不知道合约已经被政府撕掉了 本来政府不能撕毁合约的 那是买主和卖方的双方自己商业的合约 中国政府就说 你们签的合约买澳大利亚煤那不算数 但我不告诉你不算数 我就让那煤矿的澳大利亚的煤船 就在海上飘着 不许进港 不许谢煤 所以是因为政府的这个做法 导致很多煤矿 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 把库存的煤炭用完了 然后到现在库存不够了 他才发现说 那政府原来不让他煤卸下来 他不敢说政府一个步子 然后国有大矿的那些煤 早就按这个事先的合同分配好了的 都被别人买走了 他临时买不到更多的煤 就原定合同应该供应的煤被政府卡断了 所以这个整个的麻烦就是中共政府自个造成的 不过你在这个专制国家呢 这种情况本来是正常的 所谓正常就是说 那专制政府随时会干专制的事 你甭问为什么 问了也白问了 你更别说去批评他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可不可以认为 就是这个缺煤的话是短缺的 他如果这个澳大利亚的煤如果不进口的话 他就再把那黑煤窑再开起来 他现在也没有开黑煤窑 他现在打算到印度尼西亚买煤 而且和印度尼西亚已经签了几亿吨上亿吨煤的合同 但问题是这合同原来不存在 印度尼西亚的煤矿并没有因为中国 预期可能签这样的合同 先把煤矿改造好了 产能提高了 等着中国来签的 要万一不签呢 所以印度尼西亚的煤 预期是可能替代澳大利亚煤的 但是那是有时差的 就这几个月以后 这几个月中国最缺煤用电的高峰季节 取暖的高峰季节冬天对不住了 人家印度尼西亚煤冬天 人不在乎 他那慢慢的改造煤矿 出煤那是明年夏天 不用供暖的时候的事 所以中国到时候 这也是中国政府外交的结果 他说我中国官媒高调宣布的 说我们和印度尼西亚签了卖煤的合约 取代澳大利亚煤 给澳大利亚沉重打击 是 经济上是有点打击 但问题是您对中国的政府 对自己国家的供电和老百姓也沉重打击了 很多城市现在规定了 涉事三度以上不得用暖气 不供暖 以前是设施十几度公囊 比如说一般来讲就是现在的中国的北方 您在国内不穿羽绒服 您就非受动不可了 今天的棉袄可以热销 对 有一个产业也是恐怕供不应求 棉袄 羽绒服 没想到突然的就市场热销起来了 好的 感谢 谢谢 好 我们再接一位 这个我们接了这位 我们就今天的这个提问我们就结束了 你好陈老师 你好 我想就是说前面有一个这个观众的一个问题 我提出一点点这个看法 就是说这个共产国家呢 他为什么总要跟美国作对 总要就是说我要跟美国竞争啊 或者说是要打败美国 这个在我看来呢 也就是中苏两个国家 因为这两个国家它的民族主义是特别强的 比如说中国一直宣称 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 我们历史上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这个走共产主义道路 就包括中学的这个历史教科书 还有政治教科书上都讲 什么西方帝国主义国家 不允许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强大起来 所以说这个我们必须走 对不说对不说我得问一下 您这话是中共教科书主吗 我怎么听得好像不像啊 真的是我自己上初中的时候 你初中里头会有说这个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因为西方不让我们走 他没有说中国要走 就是说这个帝国主义列强 不允许中国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强大起来 这好像是讲这个叫什么大革命 也就是北伐战争这个什么 对讲鸦片战争它差不多 讲近代史 不是讲现在 是讲这个北伐战争 这个蒋介石叛变革命 讲那一段的时候 我清楚的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初二 就是说正是因为比如说苏联 他有这个我们是第三罗马 我们这个斯大夫民族 我们这个东正教文明要怎么怎么强大起来 等等 就是说虽然他改头换面了 变成共产主义了 那就是变成说我这个第三罗马 我要这个称霸世界 那我红色的第三罗马 我也是世界革命的这个火车头 世界革命的龙头 那这个一个红色的中国 比如说老毛 他就觉得我有五千年的历史 我这个现在要强大起来了 我就是要这个通过这种共产主义的方式 去称霸世界 他有这样民族主义这个成分 这是我的一个一个看法 您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民族主义是共产党 在经济改革以后 主要的社会动员的工具 因为他现在不能再讲大公无私 大家为了社会主义要奉献一生 这这话好像谁都不听了 因为党员干部们各个都发了财了 你让老百姓怎么去奉献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为了发财 而努力奋斗一生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一个所谓的精神支柱 这个社会就没有粉红了 都成了后黑了 所以他需要一个 你讲的民族主义 所以什么时候一嚷嚷 这个中国崛起来 立刻有一帮小粉红就跟打鸡血 就浑身就来劲 那实实在在的就是个工具 有点像那个 但是我这里面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这样的民族主义 等于也是绑架了这个政权 使他们不得不强大起来 我想原地踏步 我想这个 这个就是关起门来 过过自己的小日子 那就不行 我必须等于说是被逼着 要强大起来 无论如何 你得拿出这个 一份这个答卷来 所以说他就使出各种各样的手段 这个让自己能够快速的强大起来 那但是呢这个有时候却欲速则不达 我刚才前面讲了 你说这个是有民族的历史上的 这个崛起的这个文化的遗传 其实呢我觉得 这个有这种崛起遗传的民族不少的 意大利就是鲁马帝国 还有这个纳粹德国 这人都崛起过的 还有大日本帝国 但现在你看日本还有那镜头吗 没有了 德国人现在也都 没人再谈什么崛起了 虽然德国人心中还是 暗暗的想较较劲 就在欧洲当老大 意大利现在就更谈不上 所以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就是所谓的 这个历史传承 有遇上 是不是他要把崛起这个口号挂在嘴上 挂在门脸上是取决于这个制度 就是说 如果他是红色政权 共产党执政 那他说 而且我刚才讲了两个条件 一个是大国 第二是共产党执政 只要是这两个条件满足 基本上他就会这么干 有没有那个历史传承 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的 这个历史传承 他可以造出来 经过北朝鲜 现在你去看他中学教科书 我在那个金页寒长经的系列中美术三国演义里头讲过 北朝鲜教科书根本就不承认 朝鲜战争有中国的份儿啊 中国没出过病 也没死过人 就他一个人打 他打败美国的 你要问问朝鲜人是这样吗 人家肯定说我们伟大领袖说了 中国没有做任何贡献 只有拆台的 这个也有点什么 是火八道 但问题是 但是问题在于在专制政权下 你要不相信胡说八道 您就没脑袋了 为什么老毛时代也没人敢敢在大江喊一句 打倒毛泽东啊 那是真要枪毙的 有了 我为什么说红色恐怖是这个集权政府这种专制体制能够管用 他必须要有红色恐怖 随时杀人 你们才能顺从 老毛时代就是这条 为什么工资十年不少 你听过有谁抱怨的吗 没有 说能我又能到国营企业上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 从来没人想过说是我上班以后为什么三年不涨工资啊 那中央没政策就什么也别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只有红色大国才会干这种事 就是想要去挑衅西方的大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讲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中国是一个红色国家 就是按您的话说是一个共产主义国 但是中国却出了很多这种996 而且这种 你解释一下吧 我们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早上九点上班 晚上九点下班 每周工作六天 就是说他不一定是绝对的是这样 反正就是说很多企业叫员工无限制的无偿加班 你还不能有什么越言 什么劳动法那些东西都是摆设 而且整个中国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都鼓励这种东西 而且把很多科研项目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搞科研 你这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 你得这个加班 否则你就是不努力 否则你就是偷懒 但实际上真正的科研 它是这种需要灵感 需要这种智慧的 需要这个人非常这个有安全 有这个尊严的情况下 有自由 还有这个自己的尊严安全 得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才能 才有得去干 但是他这种把科学研究理解为 像机器的运作一样 所以说我很多时候就在想 如果他是这样想 那他为什么需要人去搞科研 需要科研人员 需要科学家呢 他直接造一个超级计算机 让电脑去帮他搞科研不就行了吗 你既然科研成果 就是说我10个科学家 每天工作8个小时 搞出一个成果 那我这个6个或者7个科学家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我这个能够用三分之二的时间 就可以搞出同样的科研成果 这就是这个中国 不仅仅是这个上层 包括很多这个普通人 一些这种 从普通老百姓到这个最高层 好像似乎都是这样想的 都觉得这种科研 不过就是这种 科学家的这种脑力劳动 和这个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 成正比 简单的线性关系 这是可以预期的 一个科研项目 你大概需要多少个人 多少科研经费 多长时间能把它搞出来 好像提前可以算出来一样 这在整个这个人类的 科学技术发展史上 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 从来不是这样 没错 你讲的对 就是科学靠的是灵感 灵感靠的是这个 科学家自己的 或者技术专家们自己的 这个活力 这个活力呢 就取决于 它是不是有那种 这个经生状态 所以工作环境 决定了它的经生状态 但问题是 中国的 我讲中国的市场化 并没有真正的 这个完全进入西方 这个和西方的这个市场经济之间 还有很大的距离 像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其实在西方管理学历 把它叫做泰勒制 或者说是福特模式 就是说这个 用机械化的这个 高速的运转 来提高劳动强度 让工人被机器拽着走 以此来提高效率 最早就是在汽车工厂的 福特公司的汽车生产线上 这么开始推行的 那么这个 后来被人性化的管理 一点点替代 当然这永远是有争议的事 我这不多扯 我想说的是 中国在学习 所谓市场化的过程中 很自然的就把 西方的这个 我先插一句 这个泰勒制 您说的这个泰勒制 让我感觉有点像马克思主义 那个劳动价值论 没错 简单粗话 没错 您知道最早 鼓吹泰勒制的是谁吗 不知道 列宁 人家发现 列宁早一掌权就发现 说嘿 西方原来还有这个把戏 听好听好 所以苏联模仿了 当时苏联 你现在说996 人家那时候是 一周七天 每天16个小时 说人就是机器 但活机器 你要不想到古拉格 不想去到劳改营去 你一天上班16个钟头 什么时候说你偷懒 什么时候把你抓走 中国老毛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制度也是这样 叫做两头不见量 天没亮就下地干活 天不黑 看不见了 不许收工 共产党最喜欢这套 而且用这套很 得心应手 所以苏联用 中国也用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很多企业管理 也是这套 比方讲 我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 发现说这个 中国很多煤矿 是最早实行军事化管理的 就对矿工 因为都是农村招来的 严格的军事化管理 这个走路三个人必须派成一销线 正不走 见到任何一个小头目 都得举手敬礼 领导好 军事化管理 说是效率最好 山东省曾经把这个作为 企业文化的模范 在全省推广 这是什么 这是泰勒制 所以确实你讲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这种泰勒制 还有这种 就是奋斗文化的基础 似乎是中国的 这个叫中国最近整个中国社会流行一个词叫内卷化 我不知道陈博士 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种内卷化呢 它更可能是叫工地悲剧 它不是说这个真正的内卷 而是说这个 比如说大家都在为房子而奋斗 但是中国的房子和西方的房子不一样 表面上看都是钢筋 都是水 但是中国把这些户籍啊 一些这种 包括户籍制度的一些权利 什么学区啊 等等 什么医保养老 教育就业等等 和这种户籍制高度捆绑 而户籍和房子又捆绑 大家要买房子 实际上买的是这种 这个是一种 在西方看来 那就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权利 是不可剥夺的 一个人的尊严 作为一个人的 作为一个国家公民 所应该享有的权利 他把它这个拿出来卖 而且只给你70年 这就是这个 所以说中国人必须不停的奋斗 其实奋斗也是熟生 这就造成了 中国很多劳动者 还有企业就急功近利 我必须要那个 这个今天投资 明天就赚钱 必须拼命的这个 有现金收入 这样的话 我才能还房贷 我才能买房 所以说这个 他就不可能有什么心思去搞 十年后 二十年后 才能出成果的这些 这个 基础科研 基础的这些科学 因为你搞基础科学 你研究三年之后 房价翻倍了 那谁还去搞这个东西呢 这是真的 这是真实 我知道 我有一些同学 他们因为念了研究生 去读硕士了 所以说等他们毕业的时候 房价已经翻倍了 而我呢 亏大发了 买房比他们早呀 所以我就比他们赚了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 我就看整个中国 就是非常非常的急功近利 就是普遍的社会 对一些这种 他学习啊 还有这个去研究科学等等 他不会纯粹为了自己的兴趣 对 而是就一定要让我 今天去 看得见的好处是吧 对 看得见的钱他才去做 对 这个 你讲的这个话 其实是党和政府的政策 这个好像和苏联不太一样 苏联呢 苏联要发奖金 也都是统一发的 所以这就苏联没有经济改革不成功 没走到这一步 但是苏联我觉得他的科学技术 是比我们要强多的 毕竟他是从沙皇俄国那里 技术 比如说数学 他很 他一直很厉害啊 对 包括一些基础科学等等 他的文化艺术 他一直比我们很厉害 你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看得见的好处这个词啊 可能我不知道您这个年龄在什么党层 这个哪个年龄层啊 八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改革的政府的政策 或者说口号里有这句话的 当时叫做给老百姓看得见的好处 所以这是党和中央的政策 那就是用看得见的好处 来买说动这个老百姓 说改革比不改革好 比大国饭好 比天饭王好 那么你刚才还谈到了这个 就是现在房子成了很多人 在大城市里头 拼命玩命工作的一个基本动力 这也是个事实 但是我最近看到好像这个问题还正在激化 比方讲此时此刻 北京有一个北郊 好像是昌平县吧 现在昌平区 把农民盖的那小产权房给强拆了 那这房子都卖给了一些这个 从北京市里搬过去的人 所以等于说人家花钱买的房子 现在政府连产权都不认了 说那那那个你们当初那个农民卖产权 不算这房子得拆 这个我知道您说的是香糖 对对对就是说香糖 我说的我刚才说的这个 你刚讲不是对 我刚才讲的一般情况 还有一点就是好像我讲漏了一点吧 就其实大家买房子也是买一个就是安全感 买一个就是自身的这个权力安全 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父母要逼小孩去这个读书 考大学就考公务员搞个编制呢 因为你这个做一些某些行业 今天允许你做你的收入很高 工资很高 明天说不定就哎查环保了哎查安全了 查这个查那个了 或者说是这个一纸红红文件啊 你就不让做了 那那你找谁说你去没办法 那你去这个啊拥有一个稳定的编制啊 拥有一个比较安稳的这个体制内的工作 最起码你是这个比较安全的 也就是说中国很多事情就感觉是界限比较模糊吧 就是说今天允许你做啊 说明天你赚一点小钱 说不定就不允许你做了 这个谁也说不准未来会发生什么 你就没有一个这种 这种 呃没有一种安全感 就西就是说这个政府也没有说 哎呀你放心好了 我就这个给你约法三章允许你做 啊你这个只要每年给我多少多少税就可以了 啊他没有这种 他就是说既不说允许也不说不允许 反正就是说啊你做吧 啊等说不定哪天你就倒了一个门 亏了你也说不清楚 所以说中国很多产业很多经济它发展不起来 就是因为大家就怕这个 嗯对有道理的 是 嗯就我的问题也完了 好啊其实你已经把自己的问题回答 其实你提的不是问题 你是在介绍中国的一些这个现象 用你的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来做了一些很有趣的解释 很有意义 好了今天这个小龙先生的独唱和我们观众的互动啊这个节目呢 啊我们就结束了啊那么小龙先生今天重点谈了这个啊 两个概念实际上一个是这个制度力行啊制度力行啊也就是把这个老祖宗的 玩剩的东西又拿出来解决当下的中国面临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制度力行呢就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上这样一种时代 嗯 那么小龙认为这个路啊死路一条啊 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 这个为什么要搞制度力行呢 就是北京要解决啊科技创新和这个产业链的啊自主性的问题 这是他们现在面临这个国际环境背景之下呢啊 北京做的一个新的选择啊 这个节目呢我们两个小时将近啊非常感谢啊 陈耀龙先生在这个圣诞这个夜啊 圣诞夜跟我们一起做这个节目 嗯感谢这个这个时候呢 慢慢的陆续观众也来了啊 都不知道玩玩吃完了来的啊 到这里来看我们的节目啊表示感谢 嗯那么呢还有这个我们导播告诉我有Teresa Lee啊 我们在这个在这地方打赏 我们也表示感谢啊 最后呢在我们下节目以前 好 祝大家啊这个圣诞快乐啊 祝大家这个健康啊 也祝我们导播这个快乐健康 嗯我们下一周的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下屏和导播 大家圣诞快乐啊 谢谢下屏和导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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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